现场来看到南投草屯的雷藏寺 在大门外的布条 去年年底就挂上了创办人的贺词 说是一切时钟皆吉祥 希望2020大家都可以吉祥如意 没想到今年武汉肺炎的疫情大爆发 很多路过的民众都被时钟两个字给吸引 游信众说这实在是师父的超前预言 也有民众解读 这代表的是今年顺时钟就吉祥了 雷藏寺外的布条大大写着 日吉祥 夜吉祥 一切时钟皆吉祥 防疫期间时钟这两个字成了最夯的关键字 不少民众都被布条吸引 冥冥之中就已经注定我们这次的疫情 在我们的陈时钟的领导之下 一定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 每一个登山课上来都是在那边讲 我们这个记忆提得非常的刚好 原来布条上的记语出自吉祥基因 是雷藏寺的创办人去年11月 透过岳阳电话指示的新春贺词 祝福民众每天都能吉祥如意 12月就挂上如今疫情爆发 很多民众对于创办人的神预测 感到不可思议 他们就怎么会那么巧 一切时钟接机响跟陈时钟 在防疫的这些的这个故意 刚好是有相应 民众直呼太神奇 现在只希望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钟能够撑住 带领台湾走过疫情关卡 记得曾如晨南投报道